大家好 欢迎来到硅谷杂谈 好久没有发视频了 和大家闲聊两句 最近在推特上有一个视频蛮火的 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讨论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我先看看这段视频是什么 日本和韩国跟很多发达国家 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推广过电动车了 尤其是日本在电池电控这块呢 绝对是世界老大级别的 而且丰田在1970年就已经成功的推广出电动车了 这个年轻人他主要是在说 日本韩国还有一些发达国家 为什么没有像中国这么玩命的推广电动车 说他们应该技术也很好 电动车技术应该也很成熟 为什么会没有这个推广电动车 那么他认为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说 首先电动车其实并不环保 因为电动车本身可能所有的这个电都是用煤发的嘛 那么用煤发电实际上也会造成这个环境污染 然后他另外说的就是说这个电池 电动车它这个电池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电动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省电那么环保 那么实际上当然他后来说他发了一篇神以后呢 然后他下面又跟进了一下 就是说有很多的人越来越高 第三电池的生产根本盲目自信 这类人应该叫爱国贼 上期视频大致的内容是我在日本韩国的街上基本看不到电动车 我就问了当地的汽车从业人 他基本上就是在说后来他发了一视频以后 在网上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吧 然后当然很多人在骂他是汉奸 说他这个是在带风向对吧 因为说中国现在电动车火了 你突然说电动车不好 说认为中国人走错路了之类的 实际上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就是说 这个年轻人有独立思考 然后不盲从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鼓励的 至少不应该对他这个恶言相向对吧 然后各种辱骂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 当然我们就事论事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要讨论 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态度 对吧 比如说他举出的这几个例子 那我们看一看 日本韩国和这个发达国家没有发展电动车 那么他到底原因真的是不是他讲的这样 比如说他说日本韩国可能在70年代就已经开始推广电动车了 但实际上这个 然后推广以后并没有普及 认为电动车并不好 但这个实际上他要想的就是说这个70年代已经都过去50年了 在这期间这个电子技术对吧 还有材料科学 计算机以及移动通讯 这方面都已经产生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对吧 电动车在这方面优势还是不可小视的 对吧 因为像特斯拉如果没有这些移动通讯啊 和这些其他的技术的加持 他本身只是说你已经进行一个能源的替代 还并不是说那么的引人注目 就说过去了这50年 那么在各方面的科学和技术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所以说不能够走在一个就是说属于叫做什么 客舟球件吧 已经时代已经在进步了 不能说70年前没有成功 那么现在成功也是不应该的 然后他第二个的点就是在主要是在说 这个电动车其实并不省电 并不环保 也会造成环境污染 那么咱们就看一看 那到底电动车到底是会产生多少的这个二氧化碳呢 它对空气污染的程度到底会达到什么效果呢 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好奇的心情吧 然后咱们也是本着一个科学的讨论的态度 那么看一看这个电动车它和这个普通的车 它对这个二氧化碳的生成和对大气污染的这个影响的力有多大 那么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这个是美国环保局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普通的车辆 因为我是在美国嘛 所以它基本上是用这个英里之数 英里来计数 那它是per mile per mile就是英里 那么它每英里跑这个普通的燃油车 它大概是400克 那换成英质的这个磅大概是0.77磅 77磅对吧 那么电动车呢是肯定是不烧油了 它是跑这个电了 那么先要我们先要看看这个电动车 这个一度电大概要产生多少的这个二氧化碳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燃油车每跑一英里 是产生400克 大概0.77磅 那么这里我们看实际上这个是美国能研局的一个数据 那它说它如果是火力发电的话 就是用煤发电 那煤产生一度电是需要产生这个2.3磅的二氧化碳 如果是用这个天然气的话 是大概一磅左右 0.97磅 如果是petroleum就是用油汽油发电的话 差不多也跟这个用煤发电差不太多 也是2.3几磅吧 那它就是说因为美国它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能源资源 比如现在非常普及的推广这个太阳能发电 还有这个核能发电 所以它总体来说它还有一大量的水力发电 因为在美国比如欧罗根啊 还有华盛顿这些state有很多的水 大量的河流湖泊 也有水力发电 那么就说它总体美国总体的发电量 它大概每一千瓦发出来需要0.86磅 那么一度电的话就是0.86磅是总是average 对吧 那么刚才那个是一公里是一英里大概是0.77磅 那就这已经很接近了 就是说一英里的这个碳排放量跟这个一度电的碳排放量差不太多 那么现在最后一个快速度就来了 那么这个一度电到底这个电动车一般能跑多远呢 因为根据每个电动车它的生产厂商的这个指标不一样嘛 那因为我现在在开这个特斯拉 那么特斯拉实际上我个人开出来的这个标准大致是能开到二百二百六十左右 那差不多就是它一度电可以跑四脉 那么现在我们就答案已经揭晓了吧 那么就是说它一度电可以跑四个脉 那么它每度电的话要产生0.86磅的碳排放 那么它实际上它的每跑一英里的话 每跑一英里的话只能产生0.2磅的碳排放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燃油车的话 它是要产生0.77磅的这个碳排放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燃油车它的这个碳排放 还是比这个电动车要高很多的 而且现在这个技术不断的进步 当然我也说燃油车也是在进步 它的这个碳排放也是在减少 但问题就是说这个燃油车并不只是排放二氧化碳 它还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气体 然后还有这个PM2.5的各种小的粉尘颗粒 还有小的碳粒对吧 因为它燃烧有时候不会那么充分 所以总的来说那燃油车对于这个空气污染的 这个我们还是说它绝对是环保的 所以这位年轻人他所提到的就是说 燃油车本身也不环保 这个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 然后他另外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说这个电池 其实我们也知道的确电池会产生大量的这个 废气 如果你电池不进行回收处理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化学化学药品和一些这个 各种的重金属和金属会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 但实际上因为我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 就是说特斯拉他已经保证就是说他所有的电池都是百分之百回收的 然后他有专门的这个回收的企业和他定点工作 那么就是说他如果他的电池回收以后 这些厂商也保证不会说就把这个电池收走了就把它埋了 然后他要把这个电池确保他把它的这个金属能够用的重新用益性 比如一些镊 葛 锂之类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这些不能再生不可使用的话 也进行这个无害化处理 所以说那他说的这个电池会造成污染 基本上也不是非常大的一个考虑 所以我就说呢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他提出的观点 论点也很好 对吧 进行一些探讨造成广大的关注 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谩骂 我觉得并不可取 当然说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论点和论据还不是非常的成立 所以我我只是和大家进行一些讨论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然后因为这个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吧 我们都要爱护环境 我们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好的 今天那么就先和大家闲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